我們來到第四部份 以之前的三段影片跟大家說一下 有什麼模特兒 如何支配模特兒 有什麼元素 一些圖或寫東西 要注意的一些技巧 今天就開始會跟同學說一下 有些題目 都看一看同學 其實看題目的時候 最重要是看回 究竟題目給了什麼資料 那些資料 全部都是這幾樣東西 而要找的就是 右手邊 比你的就是左手邊 要找的就是右手邊 我們看看題目 我想每段影片都可以看兩條左右 例如2003年這條 指章的價錢就下跌了 學童的數目就會增加了 那你問你的supply和demand 如果看回之前的框架 是不是就是demand vector和supply vector 是否就是這兩樣東西 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這裏就是textbook的 就說書本的 那這個紙張價錢和書本 是一個什麼關係呢 是一個供應關係來的 s來的 那s就會增加了 supply會增加 因為這個是factor cost來的 那用那個紙張 就做那個textbook 那樣 所以那個成本便宜了 所以供應就會增加 而那個學生的數目增加了 那這裏就對於textbook的需求 需求就會增加了 那這裏只是叫你解釋的 好久之前的paper 就有時就會把它分開問的 那如果正常 隔離通常都隔一條題目的 那而那幅圖 就說叫同學就問一下你 有什麼條件底下 價錢會升 那這裏會看得到 供應增加了 那個的價錢就升 價錢就會跌了 而那個的數量其實就會升 那另外D增加的話 那個價錢就會上升 那個Q就會下跌 那很明顯看到就是 只要demand增加幅度 高於supply增加幅度 那個價錢就會升 D上升 over 即是超過了 那個S上升 那之前都看過同學這樣 那寫東西那裏呢 其實就如果兩條線動 這個題目 是吧 那有一個項目要寫的 就是哪個增加得大 那這條題目又用到 是吧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 那見到那個cost of production低了 所以supply增加了 多了buyer 電話增加了 那這裏就看到就是那個supply了 我剛才可能說錯了 它說跌了 不好意思 原來是跌 我剛才隔了 那如果跌的話呢 那這裏就需要怎樣 調轉了 我看錯了是增加 那所以這裏就怎樣 要調轉了 supply增加得多於怎樣 那這裏見到 那個condition 又是寫回相同的東西 同樣的condition 同樣的condition 對嗎 導致價錢跌 那這幅圖就是 supply增加的幅度就大一點 那我們再看另一條 那就叫你解釋 那個ID公司就關了門 那怎樣影響 人工和就業的情況 其實這裏是一個 努力市場 那之前都跟同學說 那個努力市場 其實就對那個demand和supply很有影響 那如果是一個努力市場 Firm才是個demand Worker才是個supply 那這一條來說呢 倒閉了 就是對人的demand 勞工的demand便會怎樣 少了 demand跌了 demand跌了 那就是rageous rate 即是P 那employment 即是圖的Q 那這裏不是問unemployment 那同學留意 如果unemployment 才是那個surpass 或者不夠勞工 那就是softage 那這裏是employment 那這裏只是說Q 那這條 如果你明白這裏市場 其實就很容易做的 即是說demand少了 那這裏就demand少了 接著就 人工和就業就跌了 那這條很簡單的 P跌了 接著Q又跌了 就是這樣 那下條片再講其他題目 那我這條片就到這裏 那免得太長